高經緯您早 上一次禮拜五 本席針對政府過去30年來的花東政策 還有預算的議題向您在這邊提出質詢 因為本席沒有掌握好時間 所以我只剩下最後的6秒 讓您答詢 在這裡跟您先致歉 但是呢 花東的交通醫療還有基礎建設 它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 大家都想要聽到院長您是要怎麼提出具體的積極的對策 來擬平花東人民 一個台灣兩個社會的民怨 今天我有15分的質詢 那麼我給您3分鐘的時間 請您明確的提出花東政策 謝謝 好感謝高經委員 這個過去政府長期以來都縱北清南 那麼也清東然後中西部 所以我認為未來台灣整體應該要均衡發展 那第二個呢 關於您所指教的花東的醫療的部分 那麼其實呢 衛福部或是相關的部會其實都非常重視 那這幾年來其實也包括在改善南回縣的醫療服務 在105年6月1號的時候 行政院也核定了台東縣政府提出的大五箱公所 大五箱衛生所即南回縣的緊急醫療照護品質的提升計畫 同時呢也預計興建大五箱衛生所即南回緊急醫療照護中心 那這樣的計畫經費呢 大概有一億四千四百六十四萬元 由發東基金補助一億八百四十八萬元 預計呢在一百零七年的八月開工 這個也已經開工了 那另外呢就是說 行政院也核定這個花 之前這個不管是哪一個政府 對花東有另外一個經費的益助就是花東基金 那麼我們整個也有一個推動的這個小組 希望能夠占用花東基金 那麼解決這個花東地區的各項的問題 簡單跟你說明 好您用不到三分鐘 很顯然我上次的質詢您聽進去了 但是院長我再給您看這一張 請您記得這不是只有縣政府的問題 您剛剛一直提到花東基金 我們看一下花東地區發展條例的第四條 也是我上次一直提醒您的 中央要做什麼事情 中央要你們是主管機關 你們的任務是要訂定 花東地區的永續發展策略計畫 每四年要討論一次 你們要協調審議監督還有指導 花東地區的建設和發展 所以很顯然剛剛您提到的這個 所謂的醫療的問題 你們說一百零七年你要開工 然後要用一億四千萬 可是不要忘記 未來它是長久性的 長久性的 人力編制是不是問題 未來的營運是不是問題 今天不是告訴我說 我們已經要開工了 他未來能夠做什麼 所以我在這邊提醒院長 您有橫向協調的工作 還有您的任務 好嗎 謝謝 沒有錯這部分呢 行政院會見負起責任 另外我再跟高經委員補充 除了剛剛的有型的建設以外 在無形的力量的這個提供 其實也很重要 所以衛福部呢也協調了各大醫院 包括這個馬接醫院 還有這個相關的這個醫院 在醫療的這個資源上面 也有去進行 那第二個呢就是培養在地的人才 發動地區在地的人才 未來人才養成之後呢 他可以投注到發動地區常駐 很好院長 所以您看跨了好幾個部會 如果只是讓一個縣市政府來處理 很難解決的 所以衛福部 教育部 是不是都應該進來 所以我才會說 花東基金是院長您的責任 好嗎 我們持續 至於花東鄉親 會不會相信您執政黨有沒有大破大力 那麼就是花東人民的選擇了 謝謝 那麼今天我要跟您質詢的是要針對 前瞻二期特別的預算 我們繼續從上一週談論的花東出發 我們先看一下這兩張交通部的台灣路網的APP圖 我們來做一個分析 第一張是高速公路局1968APP 第二張是公路總局的省道即時道路的路況 我想我們從這兩張的路網圖說明了 花蓮 台東還有屏東 與其他縣市在交通政策上面有極大的落差 看到了嗎 我相信部長你應該很清楚 我一直在提的就是交通不好 醫療資源它一定就是跟著落後 這張圖是緊急醫療的資源分配 我們看一下下面一張 紅色的是重度 橘色的是中度 來看一下全部都在西部 東部沒有 所以我們從這一張圖可以明顯的看到 花東地區包括到屏東 它所謂的醫療的信統 還有交通網路的落後 我們來看一下以下的數據 2016年全台灣的平均壽命最低的三個縣市 台東 花蓮 屏東 再來看一下2018年第二季的數據 這個數據是全台灣低收入戶的前三名 台東 花蓮 屏東 再來看2018年的0到2歲的 因幼兒死亡率的前三名 台東 花蓮 屏東 再請我們的助理回覆到剛剛的交通網路的地圖 你會發現交通網路的通暴通暴 安不安全 其實它就明顯的可有三個數據 就是我剛剛提醒您的 院長您的內閣團隊裡面有一位數位政委 我不知道這位唐鳳政委 有沒有提供一個大數據分析 給您作為政策參考 如果沒有的話 內政部 衛福部 他們的統計資訊裡面都有的 所以呢 普悠瑪事故發生之後 院長您講痛定失痛要痛下決心來全面檢討改革 現在本席就要要求院長 依據前瞻的預算 我們要用滾動式的調整原則 痛下決心檢討花大錢的軌道建設 還有需求評估不實的捷運建設 我們來全面的改善貧苦大眾 對於台鐵交通的系統 您今天報告的第四項 軌道建設也是今天所有的委員 一直針對這個部分 希望院長您能夠好好的再來評估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軌道建設裡面有五個指向 一 高鐵 台鐵 連結扯網 你們編列了12億 第二個 台鐵的升級還有改善東部的服務 編列了203億元 第三個是鐵路的立體化還有通勤的提數 編列了93億 第四個是都市推動捷運 編列了104億 第五個是中南部的觀光鐵路 編列了8億多 所以你總共的鐵道建設 軌道建設是422億468萬元 這五項的指計畫裡面呢 除了台鐵升級還有改善東部服務的計畫項目之外 其餘的計畫項目 我幾乎是看不到有什麼政策方向 例如我提一下 鐵路立體化 你們編的93.59億 也就是說 台鐵要把軌道變成高架或者是地下化 簡單的講就是路上的鐵軌通過的 通通要拆除了 好 同時呢 你們就在都市推動捷運還有輕軌裡面 你們又花了104億 輕軌是什麼 講簡單就是我們要在路上繼續鋪軌道 然後呢 你的計畫裡面還有一個發展觀光鐵路 總共18億 也就是說政府一方面要把具有歷史背景 文化記憶還有觀光價值的台唐的鐵路 閒置拆除 一方面又要新闢所謂的觀光鐵路 聽到這樣子院長有沒有覺得非常的荒謬和矛盾的你的軌道建設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圖 這是高雄的車站 台鐵把路上的鐵道全部拆除了 鐵路要地下化 好 我們再來看這張圖 這也是高雄的輕軌 輕軌作為觀光用途的高雄輕軌 被高雄的民眾嫌棄又貴又慢 我倒不如騎車算了 所以到今年的3月 高雄又慢又貴的輕軌的電車 這兩年多來 一共跟路上的車子撞了14次 同時呢在今年的10月10號 自由時報他有這樣子寫 聽一下 交通部的鐵道局 日前已經將東港觀光的鐵道的可行性的研究 送交了交通部部長您聽一下 全案共提出了四條路線 據傳在各種模擬的情境之下 經濟上都不具備可行性 東港觀光的鐵道 雖然屬於前瞻基礎建設首批的計畫之一 但是能不能夠落實充滿了變數 這個評估呢 早在10月之前就已經完成了 仍然具有什麼 台鐵赴使 新建輕軌兩個方案 設定為從哪裡 大鵬灣的風景區的遊客 以及通往小琉球的碼頭的觀光客 為主要的運量來源 區域的通勤 為府正在評估 其中呢 輕軌案還預留和高雄的輕軌借接的可能性 具有三個路線的選項 但是財務還有未來的營運上 恐怕都難過光 這是自由時報說的 一個以觀光為主 在地居民通勤的需求為次要考量的案子 院長 我認為這是本末倒置 再看下一張圖 這是台南市院長您很熟悉吧 為了要僻見西港的外環道 台南市政府要拆除 具有珍貴歷史的百年的台唐鐵路還有珍貴的老樹 從去年開始西港的唐鐵 三次提報了文化資產審議 主管單位也就是台南市政府 他都拒絕列策追蹤 而且文化部說再討論 為的就是要什麼 要拆除百年的軌道 然後要開闢新的道路 今年的七月 文化部表示 部長坐在這裡 他要以長航鐵帶路 替台灣拼文化觀光 然而在今年的九月 文資保存團體 再一次的要求文化部 你應該要善盡職責 要督導台南市政府 要重視文資保存 遵循程序正義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是唐鐵 雲林縣怎麼做 雲林縣在做什麼 唐鐵延伸到高鐵站的評估規劃 所以我們以唐鐵來說 日據時代建構的時間 還有它的工法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我們看一下 有的可以列文資 有的要拆除 我必須講一下 一個台灣各自為政 就是政府了 一個中央有多重的標準 也難怪大家都講 鐵道的全瞻計畫 是我們政府用來綁裝用的 好 我還會給你時間 不要打斷我 拆除平面的路面的台鐵軌道 然後我們又要花大錢 搞台鐵地下化 或者是高價化 然後我們要拆除台唐的軌道 我們又要以唐鐵帶動觀光 然後我們又要花大錢 在平面的路上搞輕軌 我想這是什麼樣的執政邏輯 我不明白 院長您知道嗎 普悠瑪事件之後呢 很多人都把矛頭指向了前瞻的軌道計畫 但是您的發言人就說 軌道計畫是既定的政策 不可以改變 我不知道這是您指使您的發言人說話呢 還是他自己逾越了發言人的權限 所以今天我要聽院長您說 如果依法可以調整前瞻的 我只講軌道計畫的話 您願不願意調整 好 感謝高興委員 剛剛你看到了前瞻二級的軌道建設總經費 400多億 就有203億是放在東部的鐵道改善品質 這個也可以看得出來 行政院對東部交通的重視 第二個呢 軌道建設是屬於先進的運輸 不管是輕軌或者是捷運 它有多元的功能 榮獲之前在討論前瞻基礎建設的時候 在野黨有不同的意見 但現在各縣市政府都在爭取 這表示說 我只剩下三十八秒的時間 你剛剛說的 第三個我再講一下 就是說台南的糖鐵 跟雲林的糖鐵是完全不一樣的 未來那個外環道開闢的時候 會把糖鐵的那個代表性的這個文化 也有保存 並不是如美里所報導的一般 院長我跟您說 我現在提醒您 願不願意做調整 很顯然您並沒有回答 其實我剛剛說了這麼一長串 就是告訴你 軌道計畫是有問題的 院長您知道嗎 今天只剩下最後六秒 是我的時間 台灣人民到底要不要相信 你們現在執政黨 由台灣人民決定 謝謝 好 謝謝高經委 來